第六十四集,蓝战,你干什么? 魏无羡浑身一震,大喊道,蓝望鸡手一致,马上松了手,愣正地看了看魏无羡,才想到一个很官,贱的问题。 以往给魏无羡洗澡都是在人意识不清的情况下,怎么洗胃,无羡都是没感觉的。 但是今天的魏无羡这么清醒,那么麻烦就来了。 魏无羡自溜一声坐了起来,看着发呆的蓝望鸡,直了直自己的胯,尖很认真地说道,蓝战,你不能碰我这里,我自己洗。 说完就要伸手入水,被蓝望鸡一把抓住,魏英小心手肘碰到水,蓝望鸡边梳边将人的手抬了起来,说道,我来洗。 蓝战,你真的不能碰我这里。 魏无羡有些急了,挣扎着要把手抽,出来。 蓝望鸡,为什么不能碰? 魏无羡,蓝战,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? 这里很敏感的,你碰了,我会有反应。 蓝望鸡,然后呢? 魏无羡,然后就会很难受啊。 蓝望鸡,然后呢? 魏无羡,然后,然后就要,哎呀,蓝战,你也是男人,我就不,相信你不知道然后要干什么。 蓝望鸡,嗯,我知道,我帮你。 魏无羡,啊,蓝战,这怎么帮啊? 蓝望鸡,能帮? 魏无羡忽然不说话了,过了好半天才轻声道,蓝战,我好像以轻油反应了。 你能不能先出去? 说着话就低下了头,脸上粉嘟嘟,红扑扑。 蓝望鸡垂眼瞟了瞟,果然看见小魏无羡微微抬起了头,便说道,魏,蝇,你看着我。 魏无羡脸上燥热得厉害,哪里敢看蓝望鸡? 只能是头垂得更低,恳求,班说道,蓝战,你先出去嘛。 蓝望鸡,魏蝇,你是不是想和我做夫妻? 魏无羡头略微点了点,蚊子横横扳道,嗯,蓝望鸡,夫妻之间互相书戒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魏无羡头猛的一台,双眼大睁,惊一道,啊,蓝望鸡盯着人的眼睛,严肃补充道,而且必须互相书戒。 魏无羡,啊,为什么? 蓝望鸡,增进感情。 魏无羡,啊,这怎么增进感情啊? 蓝望鸡,试了就知道了,魏无羡,啊,蓝望鸡,魏蝇,你相信我吗? 魏无羡迷茫地看着蓝望鸡,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 蓝望鸡,那好,你躺下,手小心。 魏无羡嗑了一声,便高抬起双手慢慢往后倒,被倚着浴缸的一头,半躺了下去。 蓝望鸡看了人一眼,说道,魏蝇,准备好了吗? 魏无羡紧闭双眼,大无畏地说道,嗯,蓝战,你来吧,我不怕。 蓝望鸡,不用怕,很舒服。 说吧,便握住了小魏无羡,轻柔地套,弄了一个来回。 啊,魏无羡一声轻叫,双眼陡然一睁,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的书,马赶顿时席卷全身。 蓝望鸡抬眼看了看魏无羡,手伤又来了一下,魏无羡便禁不住腰胯挺,额挺。 小魏无羡便彻底直不愣蹬立了起来。 蓝望鸡手上紧了紧,感受了一下小魏无羡的硬度,不禁满意地想到,嗯,身体不错。 蓝战,难受了,感觉到蓝望鸡动作迟缓下来,魏无羡忍不住催促起来。 蓝望鸡按了一声,便开始大幅度上下一阵撸动,不过二十来次。 魏无羡就在啊啊的尖叫声中射了出来。 魏无羡眼前一片白光,极度快感以后的极度疲软让他止不住的一个劲,耳朵往下滑。 蓝望鸡便一手架着人的上身,一手快速清洗人的下身,三下五除二就将人抱出了浴缸。 给人裹上浴袍以后,就放到了床上。 魏无羡浑浑身软绵绵,喃喃道,蓝战,你果然没骗我,你帮了我以后,我比以前更爱你。 蓝战,我好爱你。 蓝望鸡给人脱了浴袍,检查了人两个手肘的纱布,发现基本完好,就给人穿上了睡衣。 然后应了一句,魏英,我不会骗你。 嗯,蓝战,我也要帮你。 魏无羡闭着眼睛,嘟囔道,蓝望鸡,嗯,等你守好。 嗯,蓝战,我要你越来越爱我,我也要越来越爱你,我们互相帮,住,就会互相越来越爱。 蓝战,我爱你,魏无羡唠叨这声音越来越小,不一会儿就安静下来,睡了过去。 蓝望鸡给人盖好被子,看了看人的睡颜,俯下伸起吻了吻人的额头,自言自语道,魏英,我今天没有经验,下一次会更好。 下一次没有让蓝望鸡等多久,第二天一早六点整,准时醒来的蓝,望鸡一睁眼就看到魏无羡,小咪咪地看着自己。 魏无羡,蓝战,醒了。 蓝望鸡还需要时间反应一下。 魏无羡,蓝战,我要增进感情。 蓝望鸡,魏无羡就当蓝望鸡已经听明白了,翻身就躺了下去,手伸到被子里,抓过蓝望鸡的手往小魏无羡也。 隔着睡裤也能感受到小魏无羡有多兴奋。 蓝望鸡便张开了手轻轻抓了,一把,然后又松开。 在魏无羡的情恒声中起了身,蓝望鸡本没有完全坐起来,而是侧着上半身看了看眼神有些迷离的魏无羡,随后低头吻上了人微张的嘴,轻轻睡袭的同时,一手伸到被子里,缓慢地将魏无羡的睡裤退了下去,随后一把抓住了小魏无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